Hello 大家好 今天穆sir打算和大家講一些千古的元案 最近我在教宋朝 所以我想講宋代 宋代開始的時候大家都知道 宋太祖透過皇袍加身成為皇帝 不過後來當他職位之後 他的存位問題就成為了一宗千古元案 因為宋太祖傳給的人並不是他的兒子 而是傳給他的弟弟 宋太祖 趙光義 不是通常是傳給兒子的嗎 是的 沒錯 根據當時的宋史所寫 在這個開保九年 即是大概是公元九七六年的十月二十號凌晨 當時宋太祖 趙康印離奇在宮中暴斃身亡 年五十歲 整個宋史當中對於宋太祖的死因 既無前因亦無後果 有一句大過 本身在這個歷史記載裡面已經屬於非常罕有 但是當然對於這段歷史的記載 就不僅是宋史有寫的 根據這個不同的研究 一共有三個不同的版本 而且宋史說到同日趙光義就職位 繼而登基視為宋太宗 但是他不是立了兒子為太子嗎 在這個宋史裡面亦都說到一件事 就是趙光義職位是根據趙康印的遺囑 不過剛才也說得對 為何不是立他兩個兒子呢 不立兩個兒子很多時候在歷史上的原因 可能因為他沒有兒子 或者是因為他兒子太小了 不過通常兒子小的時候一定是立兒子 只不過是找過攝政王 或者是純親王的角色去附證 但是在趙康印死的時候 他不是沒有兒子 他還有兩個 而且那兩個兒子都已經成年了 而且另一方面 趙康印的人平時是很健康的 根本上連感冒都沒有 那為何他會無緣無故晚上暴斃呢 被人下毒藥 這個有可能是其中一個原因 所以後來根據得益者是他弟弟的原因 很多人推斷宋太宗的職位 並不是合法職位 而是士興奪位 那他遺囑是真還是假呢 遺囑那件事我們先不說 我們說一下當日究竟發生甚麼事 為甚麼他會凌晨無故暴斃 有幾個不同的版本說了這件事件 而流傳得最廣的一個說法 並不是官方史料 因為剛才說到官方史料是一句說完 死了 繼而五十歲 完 而流傳得最廣的版本是一本叫做 繼襄山野綠的一本書 這本書的作者是一個和尚 叫做民營和尚 這本書當中說到宋太祖的死 還有一個很出名的流傳的故事 就叫做竹影虎星 故事大概是怎樣寫的呢 大概就說開保九年的十月十九號的夜晚 趙康印就召了他的弟弟趙光義 兩兄弟一起在宮裡把酒談天 而且喝酒的過程當中 叫那些首位全部出去了 之後走過三巡 外面的侍衛就聽到裡面 透過這個燭光裡面 看到有人站起來 好像想推卻些什麼 然後到了深夜時份 就聽到趙康印和趙光義兩兄弟 就拿著玉虎出去了外面 鑿雪 還聽到趙康印跟他弟弟說 就說好為之 說完之後 兩個人就離開了 趙康印就回去寢宮睡覺 而趙光義也出宮回到自己的住所 就是這樣 過了幾個時辰之後 趙康印就傳來突然暴斃的消息 如果單純從民間所流傳的故事來看 趙康印的死 的確應該跟趙光義沒有什麼關係 也不是說被他所殺或者什麼東西 而且兩者是同時離開 然後回去睡覺的 所以這個所謂的捉影虎聲 就不是那些人以為是趙光義 拿著的斧頭殺死他哥哥 不過大家留意一件事 這個民營和尚只是一個民間人士 而他所得出來的所謂的消息 很大機會都只不過是道聽途說 宮中流傳的故事 未必能夠作準 既然政史又沒有詳細說 這個民間傳說又不是那麼可信的時候 我們找到什麼資料呢 我們找到一個當時很有名的人 一個官員 這個官員叫司馬哥 就是小時候扔爛過乾救人的那個 沒錯 在他自己的那本私人筆記 蓄水記文裡面 也有說到這個故事 不過最特別的地方 他從來都沒有提過趙光義入宮喝酒的這件事 當時根據蓄水記文所說 在二十日的凌晨 趙康印去世 當時宋皇后 就打算叫他身邊的一個宦官 一個太監 這個王繼恩 去召這個王子趙德昭入宮 但是這個王繼恩出發的時候 就突然間醒起 趙康印原本應該是打算傳位給他弟弟 所以他自己自作主張去了找趙光義 去到鎮王府的門口 就居然撞到一個衣冠 就是這個程德元 在門口那裡度報 於是兩個人就一起進去鎮王府 將這件皇帝駕崩的大事 就告訴了給趙光義 三個人繼而結叛入宮 去到皇帝寢宮門前 這個王繼恩就說 我應該先進去通報一聲 然後讓大家再進去 那時這個衣冠 程德元居然說了一句 便應直前 何待之有 即是不需要等了 我們一起進去 當三個人進去 一見到這個宋皇后 宋皇后首先就一驚 因為本身是打算叫她的皇子趙德昭來 誰知道見到趙光義 那時宋皇后呱一呱之後 跟著就跟趙光義說 吳母子之名 皆託於官家 官家的意思 其實就是皇帝的意思 因為他知道 這個時候趙光義入到寢宮 基本上就是要職位 而自己如果不敢說的話 可能性命都不保 不過留意 在這個講法當中 司馬光其實是隻字不提 本身趙光義曾經在19號的夜晚 入宮喝酒 整件事隻字不提 都應該是很合乎司馬光的性格 因為他說了 都是這個官場上面的一個老江湖 他大概都知道 即使自己私人筆記裡面 都不能夠洩漏有什麼 對於繼任的宋太宗不利的消息 但是正正也都因為這樣 在這個故事裡面 也都埋下了很多的懸疑的位置 他有知道他們是去了喝酒的 去了喝酒 就是我們之前所說 繼襄山野綠的一個道聽途說的故事 但是其實另一本書 也都有證實到這件事 我們一會再說 我們說在司馬光的筆記裡面 透露了不少的矛盾 第一點當然就是 明明宋皇后叫這個王繼恩太監 去找趙德超 因為趙德超是王子 為什麼他會轉過頭 走去找趙光義 正常一個普通的太監 他又怎麼逆自己主子的意思呢 這個事件可能只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呢 就是根本上這個王繼恩太監呢 就是趙光義安插在皇帝身邊的一個內線 而另一種可能性呢 當然這個太監自己也都想做做王者 及後得到更多的利益 不過這個呢 隨時可能招致殺身之禍 更有可能的是前者 第二個呢 我們說剛才的故事當中呢 為什麼半夜凌晨的時候 會有一位衣官站在晉皇府門口呢 因為他可能給了毒藥給皇帝 嗯 這個也是後來我們看另一本書 會講到的推測 當時呢 一個衣官沒有理由半夜會站在皇爺府門口 而且呢 整件事件 這個衣官的參與程度非常高 還去到審供的時候呢 直接叫大家我們進去 不需要等了 那為什麼一個普通的衣官 在宋代即使有醫學的專門學校 但是衣官的地位呢 都不算是很高 他在這個皇位繼承當中呢 參與程度那麼高 就已經是一件呢 極度離奇的事 即使是這個司馬光的這個蓄水記文 被認為呢 是比較權威的說法 但是始終呢 都是因為他是朝廷命官 也都怕自己在這個朝廷當中 這個官場裡面呢 可能會受到後來職位的皇帝呢 他威脅 都不敢寫得那麼真確 那什麼最真確呢 我們再看 當時北宋的另一位死對頭 北方的遼人 寫的這一段歷史 遼人寫的歷史非常之簡單 關於這個趙康人死 和趙光義職位呢 他只是寫了四個字而已 就已經表明一切的立場了 就寫著 趙炯自立 那自立呢 當然就不是全位啦 那所以呢 在揭丹人所寫的遼詩裡面呢 對於這個宋太宗職位呢 態度明確 認為他應該就是篡圍 除了當世的史料會寫之外呢 當然我們還看了後來南宋時候所寫 因為南宋的時候呢 還有一位文人呢 叫李圖 曾經寫過一篇呢 就叫繼之治通鑑長篇 也都有說到這件事件 那時候呢 因為時代久遠 過到南宋時候所寫的歷史呢 相對於本身北宋時候自己寫的宋史呢 就應該更加公穩 那時候他說呢 通過綜合分析呢 就認為在這個公元976年10月19號的夜晚呢 一開始呢 趙康人呢 邀請他弟弟趙光義一起入宮喝酒 那在喝酒的過程當中呢 趙光義呢 就拿了 剛才在他家門口度部的那位醫官 程德元 預先準備好的毒藥 放了在這個酒裡面 而這個毒藥的藥效呢 並不是一喝即刻發酵的 因為可能經過特殊的調配 所以當趙光義呢 飲完酒回到府上 過了幾個時辰呢 才令到這個趙康人呢 毒發身亡 而這個時候呢 一早被趙光義收買了的這個太監王繼恩呢 就即時通風報信 去到進王府 而在門口撞到的程德元呢 正正呢就是他全程參與 毒殺這個宋太祖 就可以解釋他半夜 為何還會留在進王府門口 而宋皇后呢 後來只是見到大勢已去 所以見到這個趙光義的時候呢 就立刻跟他說 他們母子的安危呢 都交託給這個官家 就是這樣意思了 亦都因為這樣呢 這個趙光義呢 是興自立 就成為 北宋第二位皇帝 宋太宗 另外呢 除了史料所記載呢 後來我們看歷史的發展呢 亦都不難看出 這個趙光義呢 其實一心呢 都是想奪位 並且想鞏固自己的權力 因為在宋太宗呢 登基之後的第七日 也就是呢 本身這個宋太祖死了的頭七的那一天 就即時封了他弟弟 趙延美呢 做開封的虎吻 宗書寧和齊王 那麼其實這個目的呢 就是平了之前他本身的角色 他本身呢 作為趙康印的弟弟呢 亦都是擔任這個角色 那即是暗示告訴大家 他的弟弟就成為皇柱 而另一方面呢 將原本的趙康印的那些兒子 那兩個成年的兒子呢 大那個呢 趙德超就封他為永興節道士 兼士忠 並且封武功棍皇 成為國家的第二副手 而小的兒子呢 十八歲的趙德方呢 亦都被封為呢 山南西道哲道士 而當時趙康印 另外還有三個女兒呢 亦都保留他以往的稱呼 繼續稱為皇子和皇女 一切的待遇不變 那好像呢 就是掌賞了所有人 但是呢 在這個趙光義登基之後的三年 也就是這個太平興國四年的時候呢 當時宋太宗呢 就親自領兵呢 平定了北漢 即是北方正餘的一個國家 而且還希望成勝追擊呢 去攻打北方的遼國 並且呢 奪回這個燕雲十六州 但是結果呢 在高梁河一戰呢 就慘敗 更加這個太宗呢 當時在戰爭 在這個戰亂當中呢 是不知所蹤 那麼很多人以為他已經死了呢 就打算呢 另立原本的這個德超呢 為皇帝 但是後來呢 太宗生還呢 回到朝廷呢 這件事才作罷 而太宗班師回朝之後呢 他並沒有掌賞 平定這個北漢的那幫將領 那麼很多人都議論紛紛了 那麼當時呢 這個趙德超呢 就認為應該要為這幫將領呢 去論功行賞 因為是先平定了北漢 後來的對遼國作戰失利呢 是另一回事 但是當時這個宋太宗聽到之後呢 就很不高興 就說了一句說話 就是說 待你做了皇帝之後呢 再掌賞也不遲 那麼簡單來說呢 就是都非常之怕 他這個侄仔呢 有奪位的嫌疑 而正正因為他叔叔 說了這番說話呢 歷史上就說呢 阿德超後來呢就回到家呢 就拿一把水果刀呢 就自敏身亡 那麼不過其實呢 在宋史裡面記載呢 這個趙德超呢 當時已經二十九歲 而且下面呢 還有五個兒子呢 那麼當中呢 他在宋史裡面寫到他呢 是一個喜怒不形於色的人 那麼怎會 無緣無故因為 這個宋太宗的一句說話 而回家沒有立遺囑 任何人都沒有說 自己拿一把水果刀自殺呢 當時這個趙德超呢 還是一個武將來的 家裡基本上呢 你要刀劍一定有 最終為什麼會選擇這個水果刀呢 亦都成為一個謎題 那麼後來很多人說呢 其實這個呢 都是宋太宗呢 有意派人去暗殺他 那麼除此之外呢 再過多兩年呢 原本 宋太宗的另一個兒子呢 這個趙德方呢 亦都不明不白地死了 亦都不明不白地死了 最後呢 只是年僅23歲 而原本呢 他一登基就立刻立那個弟弟 趙賢美呢 亦都被以謀反罪名 諸殺 那麼所以呢 去到宋太宗五年左右呢 原本還有機會挑戰王權的三個人呢 都不明不白地全部死了 那麼所以你說 宋太宗是不是士興自立呢 我相信 看完這個歷史的過程 以及那幾個不同的史料呢 相信大家都已經自有判斷了 那麼他最後就傳了給自己一個兒子 沒錯 那麼後來呢 第三位皇帝呢 宋真宗呢 就是宋太宗第三個兒子 好 那今集呢 關於宋太宗繼位之謎的故事呢 就講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點讚啦 留言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鈴鐺 下次再跟大家講其他中國歷史啦 拜拜 找人們 People 宋太宗旭 你覺得鍵黃也護著